头顶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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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百胃穴或者上膝穴 后头痛 治疗冲肖穴 我刚刚不是讲冲肖穴吗 跟尾中穴 所以尾中附近习果的地方 又称之为后头躯 原理就是它可以治疗整个后头的掌控 继续翻 从后面头这个地方下来 脖子 肩膀 肺部 腰部 尾椎 一直到坐股神经痛 整个膀胱筋走向的 都可以重回 后膝果的后头区的流点 是放置它要治疗球 明白吗 而且它专门治疗 调整肝腎的功能 所以 尾中 这附近放有什么有效的 偏头痛 在四花中外 四花外 跟太阳穴点脂肪穴 前头点 前头痛 在四花中 还有四五一二穴 四五一二穴在这个地方 上一穴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放血 对前头痛也是很有效的 忽然头晕 就是五领穴的血压高 头晕 忽然头晕的话 就五领穴跟耳背放血 这个也是很有效的 感冒头痛 感冒头痛 三伤 感冒头痛三伤 眼尺方 所以不是只有退烧 烧退了以后 几乎大部分的感冒了几句 喉咙也舒服 昨天刚刚讲 急性扁桃腺炎 马上喉咙就舒服了 头疼也舒服了 血管神经痛 血管神经性的头痛 在太阳穴点自放血 眼病 双眼的肿痛 睫膜炎 在太阳穴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经验最常用的是 耳背放血 再接下来才是 太阳放血 肝穴穴放血 五领穴 接近肝胆心疑附近的地方放血 或者耳后境外出 这个部分是耳背放血 是最重要的 眼眶的胀痛 眼眶的胀痛 是哨伤跟太阳放血 睫膜炎 是太阳转足 哨伤放血 慢力肿 耳背放血 脚中指尖放血 脚的中指尖放血 脚的中指尖放血 治疗慢力肿是有效的 脆弱 脆弱 哨伤跟自阴穴放血 耳背 耳下腺炎 是哨伤跟耳尖放血 是 还有 脚盘的灵器 第五位附近的地方 也是放血 耳朵痛 四花外放血 中耳炎 在竹槐附近放血 好 好 我们今天早上的课程 就上到这个地方 下午我们再继续 谢谢大家